观看喜欢吃苹果吗 特别留心了 那么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才有两批美国的苹果 因为被验出了含有农药 安沙藩 结果是没有办法进口 但现在卫生署却说 要来放宽苹果农药残留的标准 在过去是不能够验出 有农药残留的 但现在放宽到了0.5ppm 读物科的医生特别要提醒了 这安沙藩是环境荷尔蒙 长期累积在人体当中 可能会有致癌的危险 质疑卫生署没有帮国人好好把关 菜市场卖场到处都可以看到的 美国苹果常因为农药问题 无法进口台湾 不过现在卫生署却要松绑 将安沙藩农药残留量 从不得减出放宽到0.5ppm 产生肝脏伤害 会产生脑神经方面的伤害之外 安沙藩也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环境荷尔蒙 光是毒性就已经跟禁用的DDT 一样毒 安沙藩是有机绿类杀虫剂 更是会累积在人体的环境荷尔蒙 长期持入恐怕会对肝脏还有染射体 造成影响甚至有致癌危机 虽然卫生署强调0.5ppm 比日本其他国家限定的1ppm还要低 但没帮国人健康把关 就连医师也对卫生署有质疑 从这个不得减出到0.5ppm 事实上它让我们觉得很突兀了 当然它因为这个有毒物质 当然是越低越好 不要最好 担心长期累积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医师建议一人一天喝2000cc的水 标准应该定在0.3ppm 如果民众担心吃到有毒农药 安沙藩 可以先用大量清水冲洗苹果外皮 15分钟再削皮食用 最为安全 中间新闻杨静明无题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